他是健美界的洪荒巨兽 也是国人的骄傲 他在国际健美黄金来赛中 击败一众美人 站在最高领奖台 把国旗披在了自己身上 成为了站在该舞台的第一位中国人 从穷小思到如今的中国健美第一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本期榜榜跟大家聊聊 中国第一肌肉巨兽 陆辰辉 陆辰辉 行业人称陆神 当健美选手们站在一起 你只会惊叹他们野兽般的身躯完美 当他们触摸于普通人之中 你就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大块 健身健美行业投入巨大 陆神为了夺冠 背后的付出 很多人难以想象 不但需要在饮食上严苛控制 训练更是丝毫不能马虎 为了备战健美黄金来赛 他特地花了60万 从塞尔维亚请知名教练帮的训练 可以一次联赛冠军的奖金资30万 即便预定了冠军奖金 还有自掏腰包补30万 刚思教也将赛前训练强度增加到了地狱级 超强的训练难度 杨陆神在训练中一度失声痛哭 最终进步神速的他站在赛场上 像一座移动的大山 陆神一路过五关闯牛将 击败一众外国选手后霸气夺冠 成为了该舞台第一个八五星红旗 披在身上的中国人 这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健美行业 都是最重要的肯定 陆神辉夺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空是实现了为国增光的理想 你以为陆神花这么多钱请私教 是因为他是有钱的富二代吗 才不是 其实陆神辉出生在徐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成了如今的陆神 似说如今的陆神辉身上有很多光环 但同时有很多不好的声音出现 很多网友都喊他是中国药王 甚至讽刺他靠吃药才练成现在的样子 对于用药 是所有运动员都避之不及的话题 不过陆神辉却在几年前一次采访中资报 他用药就花掉了很多的费用 陆神辉的直言不讳 被不少网友感叹他的诚实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的陆神 有着大雄陆胖的外号 至于为什么叫他陆胖 大概因为在非赛季 他不仅很大直还很肥 非赛季陆神体重一度能达到130公斤 而在赛季时 他的体重只有110公斤 作为名健美运动员 任何时候都严格约束自己的饮食 陆神辉从2013年开始坚持每天吃健美餐 短短几年时间 他的身体和人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陆神 所有人问过陆神训练内容 陆神辉就曾公布过他的训练周期 从饮食到训练内容 陆神的严苛程度令人砸舌 训练内容更是精益求精 每天练习三小时雷打不动 从陆神的饮食习惯和日常训练量来说 陆神的训练量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不过健美运动员也不都是苦行僧事 陆神辉认为 训练要投入120分的努力 认真训练后也可以享受下美好的生活 如今的陆神成了健美俱乐部陆家门的创神 旗下健体健美选手无数 也能与广大健身好者共同进步 帮忙以为 一个人的成功绝不是偶然 需要1%的天赋 和99%的努力和自律 陆神用时间和努力证明了 亚洲人也可以如欧美人一样 拥有大维度肌肉 陆神也突破了中国健美界的空白 希望他未来能够在比赛中 夺得更多的冠军 获得更好的成绩